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念词 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我们深切地期盼 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每一位来宾 他们所分享的真实生命故事 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 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的是 林娟鱼小姐 原本计划要永远维持着职场生涯的林娟鱼 因为自闭症的儿子 而离开了职场 开始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在照顾和教育儿子的过程中 他经历了极大的挫折 除了周遭人不明白的眼光及责难之外 甚至连最亲的家人也都难免误会 使得他曾经一度想要带着儿子亲生 所幸在这一段期间 他早已经借着音乐 接触到了基督信仰 神在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里 都有不同的计划 他也必然为他们负责 就是这一个在教会所听到的信息 阻止了他想要了结生命的念头 就在目道的期间 他一步一步经历到神的恩手带领 爱好音乐的林娟鱼 惊讶于神爱每一个人的方式 都是那么的独特 于是在每一个不同的信仰历程当中 他也试着用诗歌创作来回应神的爱 今天在节目中 就让我们透过他的诗歌创作 一起来分享林娟鱼这一段 奇妙的生命故事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林娟鱼小姐 欢迎您念词节 各位听众好 娟鱼我知道您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相信在带自闭症的孩子的过程当中 是一定经历过很多伤心 失望 挫折 那么您今天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让有同样情况的父母亲呢 也能够在你的生命故事当中得到鼓励 好啊 我的孩子呢是在2003年的6月的时候 我发现他是自闭儿的 当时他是三岁四个月 那在这个之前 当然他的成长已经有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状况 比方说呢 他的睡眠状况就是比别的孩子不好 白天他是几乎不午睡的 那晚上呢一直到三岁多 其实他晚上还会起来玩 然后一玩可以玩个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冬天的夜里面起来玩 我都冷得要命 可是因为他玩的方式很容易破坏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起来看 那等到他累了 玩累了 我已经要上班了 这是一个怪异 那最主要的呢 我们比较容易知道的就是 怎么这个孩子语言一直出不来 明明父母就是话都很多 然后生活中的刺激应该不算少 但是为什么语言一直出不来 到三岁的时候 事实上他会说的话 大概只有爸爸妈妈 但是他说出来的音是很标准的 那再一个异常就是说 当我带他回娘家 或是带到外面去玩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跟 比如说我手足的孩子玩在一起 那他自己玩 他自己玩得很开心 笑得很大声 那玩的方式 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模式存在 第三个就是在家里 可能常常就垫着脚尖走路啊 再来就是说 叫他名字的时候 他没有回应啊 你叫他 他都没有感觉的 后来我当然才知道说 哦原来这种特殊的孩子 有些时候他们的耳朵啊 不像一般的人一样 我们可以分辨声音的前后方位 还有什么是主讯息 什么是次讯息 那你会选择去回应你的主讯息 就听说他们的耳朵 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过滤功能 所以其实我的声音 只不过是在众多的声音里面的 一个声音而已 他也不知道说需要去做回应的 那这些怪异的现象呢 我实在不知道去问谁 说其实我的儿子怎么会也不太一样 到底是要去找什么人问 那三岁之前不是很多预防针要打 也没有小儿科医师跟我说有什么奇怪 然后呢 我怀了老二之后 我要回头去找老大的那个 妇产科医师做检查嘛 那妇产科医师也问我说 哎怎么样啊 你老大儿子好不好啊 我说都很好啊 活泼开朗 但是就是怎么不说话 因为我觉得不说话 是我最容易表达的一个怪异的状况 他就说那可能就是男生比较慢吧 所以我就又安心的就再等了几个月 后来是我们家邻居有一位小学老师 他跟我讲说 你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 眼睛没有办法看人 他说你要注意 就是可能要带去检查 但他也没跟我想说 带去给什么样医生检查 然后那个时间 刚好是台湾在流行SARS的时候 然后所以我也害怕带孩子到医院 所以又耽搁了一段时间 经过了一些打听 才知道说 哦原来这样子的状况 是要看所谓的小儿新智科 那因此就 就是2003年的6月的时候 我带了孩子去看医生 那第一次到诊间 跟医生陈述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之后 医生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说 这就是一个典型自闭儿的例子 对 它是很典型的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异常呢 第一个就是语言发展迟缓 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障碍 第三个就是固着行为 固定而反复的行为 那当然我就请教了医生说 我要回去看什么资料才会更清楚 他介绍了几本书 回家一看之后 我觉得没有错 因为可能我孩子就是很典型 对 因为其实自闭症 在后来的归纳里面 有所谓的什么典型跟非典型 那所谓的非典型就是可能这三个主要的特质里面 它不是三者都有 它可能是只有其中的一项至两项 那还有一种从这个自闭症后来再有学者在 就是在研究出来的说 有一类的孩子他可能没有什么语言发展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认知功能的问题 但是他们仍然有蛮高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还有行为上的问题 那这一类的又被归纳成叫做什么亚斯伯格症 我的孩子反正他可能就是因为很典型 所以我觉得说没有什么好躲避的就是了 但是在看这些文献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是最让妈妈看起来很伤心的 就是说每一个提到的他都会写到说 这是终身无法治愈的急患 或者是一个状态也好 所以看到终身无法治愈就觉得说 非常的绝望怎么办这样子 你的孩子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十一岁 所以从他三岁开始发现这个问题 对 谈一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心情经历上下起伏的这个过程好吗 其实在第一时刻 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 就是异常的冷静 虽然也掉泪 但是我并没有像很多父母 就是在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掉入谷底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上帝很奇妙 其实我是一个2007年3月才受洗的基督徒 但是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喜欢音乐 然后在成长过程中有学习音乐的习惯 然后在当时我也有音乐老师 那在2002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音乐老师他负责教会的敬拜团的训练 他就邀请我说有一个新团要开始训练 我有没有兴趣 那我就说我最喜欢音乐的工作啊 但是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嘛 我不知道教会接不接受 后来就是老师去跟牧师商量之后 觉得OK 所以我就这样子 就是我常开玩笑说 我就这样混进了教会的敬拜团 2003年初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所谓的服侍工作 那我负责的就是弹琴 那在弹琴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每一次基督教会都还会有所谓的回应诗歌 因此做完崇拜之后呢 我不会就没有办法立即走嘛 就要留下来听信息 虽然那时候不是基督徒 所以就是很随意的听啊 根本没有认真 但是有一个信息当时就进到我的脑子里 他说的是说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然后上帝创造 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 每一个人呢 他就像一个器皿 他一定有他的功能 上帝也会为这个生命来负责 当时在我又怀了老二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确实自己本身 我没有办法去尽太多的力 在我孩子的缺陷上面 因此我就是觉得说 我就暂时把这个信念 好好的放在我的心里 相信说 其实有一个造他的上帝 然后会为他负责 所以我就做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至于未来就交给上帝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当然对我帮助是很大的 就是我不会常常的就是陷入一种 无端的悲伤 无底洞里面 但是我生完我女儿 带她开始做各种的疗愈课程之后 因为您知道在疗愈界 有所谓的黄金疗愈期 这个名词啊 听说是在六岁之前 所以当然三岁到六岁 我就期待说 不管需要什么样的付出 那借由这个付出 是不是可以让他到一个程度 然后上小学的时候呢 可以进到普通班 然后再借由好的亲事沟通啊 然后老师的包容 同学的接纳 让他步入一个基本的学习轨道 但是因为他是伴随过动型的自别 所以当年下来照顾上就是体力很累之外呢 他的进步 他在语言跟认知上的进步 实在没有办法抵消你在心里面的各种的艰难 他的艰难最大的就是在他的行为问题 就接受疗愈之后呢 你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变聪明了 还是他觉得也有压力 然后所以就衍生出来很多的行为问题 那我们就讲当时六岁多的那个点 因为那个点是一个关键 就是要从学龄前要步入学龄嘛 那那个时候他会到处吐口水啊 然后看到墙壁 看到椅子脚 他就吐啊 再来就是他会玩排泄物 对 再来就是喜欢推倒东西 会有推人啊 撞人啊 掐人啊 这种所谓的攻击性的行为 那当然情绪起伏也是相对 别的孩子也是大的 就是可能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好 容易发脾气 然后再来就是注意力很低 注意力很短暂 很难教他坐在位置上做学习 但是活动量又很大 那当然在我之后的认识里面 我知道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是有原因 比方说吐口水这件事情 几乎所有的自闭儿啊 他们都很喜欢水 所以当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 如果你不特别的看管的话呢 其实他在里面乐得很 比如说最近为止 我的孩子上一次大号 可能他可以冲个五次水 他就上一点 他就冲 上一次厕所 他可以按好几次水 也会用这个上厕所来当成 他好像逃避学习的一个方式 他跟老师说他要去上厕所 他就上好久 然后上完之后呢 洗手的时候 四下午人的话 他就在那个水槽 就把塞子塞起来 然后就把它放满满的一缸水 然后再加上洗手乳 然后加进去 他就哇好好玩哦 就泡沫水 又可以玩很久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 地上就是全部湿答答的这样子 因为他不太会跟同侪玩游戏嘛 有这个方面的障碍 所以他就只好自己发明一些游戏方式 那他就常常把那种椅子脚啊 就倒过来 他就在四个椅子脚上就吐口水 吐口水之后他就观察他这样 呃 滴下来 然后他就会笑得很开心 然后再来就是玩排泄物 这也是书上有写到的 就是说这个兹笔儿啊 他们跟一般孩子的感官不太养 多数人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他吃在嘴巴里 感冒觉得很刺他的舌头 或者是他很不舒服 或者是我们平常的人 可以接受的衣服的质料 很多自闭人他穿起来就是呱呱叫 因为他觉得刺在皮肤上 他不舒服 所以当时这个像排泄物这种东西啊 我觉得对他的感受是 它是味道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强烈到让他想要探索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会在那边就是摸也好 或者是踩也好 然后踩了之后 鞋子会印到那个东西 他就会闻 平常上厕所 他明明就对得准 但是他就故意屁股挖一边 然后把它搭在外面 然后让他可以多停留 多看一下 好 这样他也好 一个知名的自闭症的case 他叫做天保格兰丁博士 他后来是一个虚目学的博士 然后是个女性 他的书上也写到说 他小时候会玩排泄物 会把排泄物当成好像黏土 就把它裹在那个墙壁上 当然妈妈都是很伤脑筋 但是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安慰 原来有人情节比我人重大 这样子 比如说推倒东西 有些时候就是他视觉上 想要看到一些那种骨牌效应 比如说推人撞人 在比较小的时候 我的观察是 他根本不知道前面这个小朋友 叫做人 所以他到了游乐场所 溜滑梯的时候 他就是爬上去 前面有障碍物 他就把人当成障碍物来排除 就推倒 然后就轮到他 就溜下去 那当然在比较大之后呢 他在重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很多的时间是他为了让大人注意 因为他发现 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大人都会有反应 对 然后孩子也会哭 那因为他欠缺人际交往的能力嘛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逗人家这样子 我发现这招真是好耶 他可能自己的领受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频频的去做 所以大人顾起来就很累 像他溜滑梯 或是玩这些游乐设施 我都是跟上跟下 因为可能要帮他挡住啊 或是就是要教他说 前面有人要借过 就是慢慢让他知道 那个叫做人 顾起来很紧张 然后说借过 他说了借过 当然有警觉性的小朋友会让开 即使是不愿意 但是至少不要受伤 那后来可能长大之后啊 大人会有要求 或是入学之后 大人会对他有一些 比如说书写的要求啊 那他不喜欢嘛 找自习去 老师就拿了小功课出来 可是他不爱做啊 所以老师在说 你看这里啊 看这里 他就不开心 他就直接拿笔 就戳老师的手背 就是一种他反抗的方式 因为他可能也讲不过你 他不喜欢 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就只好做这种 所谓的供给性的动作 然后情绪起伏大的话 就是他的表达能力 仍不足以去表达 他内心复杂的心思吧 所以就是容易有情绪啊 那注意力低这个 是跟他们脑部的一个缺损有关系 因为自闭症的成因 它是一个不明原因 导致脑部缺损所造成的 那所以注意力低 就是跟过动儿 跟注意力不足 症候群的孩子一样 是脑部里面 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 活动量大 其实也是生理上的需求 好像他们就特别 有一个旺盛的 一个体力必须要发泄 然后体力的补充 很快睡一下就回来了 但是玩都可以玩很久 所以就 就妈妈照顾起来 就是很累啦 你白天就没有办法休息 然后晚上如果 他又起来玩 你就挂了 真的 是 你刚刚讲的这些孩子的异常行为 对很多的父母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大人的体力实在是胜不过他们 没错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其他周围的人 小朋友也好 或者是小朋友的父母们也好 对这样的孩子 可能也会有他们的情绪反应 那您也谈一谈这一方面 您所经历到的好吗 其实小孩子那时候给我的感觉 比较没有那么受伤 因为小孩他就毕竟是同年龄的人 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 比如说当他溜滑梯的时候 就没有排队啊 然后或者是玩沙坑的时候 喜欢把人家堆好的山给他弄垮啊 那当然小朋友很直接的说 你在干嘛啊 然后或者是你猪头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无妨 其实我当时啊 我可以用一些言语告诉他说 现在别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然后你要怎么做 就是我还是 不管他做不做得到 我会一直持续的灌输 正确的东西给他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毕竟是他的一个保护 但是我自己的保护在哪里呢 就是你知道很多的父母 他们带孩子到游乐场所之后 他是很轻松的 他可以坐在旁边聊天啊 孩子自己就玩得很开心 但是我是要跟上跟下 很累 但是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轻松的父母可以指责我 可以轻易的指责我 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啊 为什么他这样弄我小孩啊 那爸妈你在干嘛 你这没有管教啊 没有教小孩啊 你管教无能啊 教养无方啊 就是其实常常会接收到这样的批评 其实这些是最让你受伤的 我觉得是 但是感谢上帝自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特质 其实神经线蛮粗的 那加上也疲累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计较什么 你自己累的半死 所以听了也就就算了 但是最后觉得承载不住的就是 其实家人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的家人也是非常理性 也是非常爱我的 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是那种乖乖的孩子 自动的孩子 所以其实在成长过程中 家人对我都是很好的 但是在那个 就是他2006年要上学之前 行为问题很多的时候 我妈妈就说 到底在干嘛 他明明就懂啊 是故意的 这真的要打要骂啦 这个你现在自己不教 你以后等着长大被人家修理好了 就是也会告诉我这些 那当时我觉得不是我不教 而是说 这个孩子他的明白的过程 要久一点 那用打用骂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途 但是至少我在书上看到是 不建议这样做的 所以我是能忍耐 我不要这样子做 但是当时 家人的反应就会让我觉得说 真的好孤单哦 家人是我跟他们诉说最多 什么叫做自闭症 那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 他们是最有机会听我分享的 仍然是很难理解 那我觉得我都有口说不清了 那我的孩子是一个有缺陷的孩子 他是一个表达有障碍的孩子 他在长大的过程中 他到底要受多少的误会 误解 我们两个到底怎么办 因此当时其实在 那个很关键的时候 那个就是真的心情到谷底的时候 到我就是真的想带我的孩子去 寻短 对 因为就觉得说 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孩子之后 家庭的一个品质啊 生活品质真的也是大大的下降 可能家庭有各种问题的一个来源啊 就我把它消除了吧 那因为是我生他的啊 所以当然 就是我就跟他一起了 所以当时就是出现 这么低落的一个情绪 您的先生受洗了吗 他没有 那么您先生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 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是很爱孩子的 他是接纳孩子的 其实有的父亲 他是根本连接纳这一关 他都过不了 因此就觉得说 是妈妈的错啊 你看你把他生成这样啊 或者是他们整个家族 可能来咒骂这个媳妇啊 对或者是说 这个麻烦就让你自己去承受啊 我要走了 比起来说的话 他是很爱孩子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是全然孤单的啦 其实有的爸爸 不是他不爱孩子 他不知道怎么爱这个孩子 就比如说 带他去吃个饭啊什么 那回家我就问他说 还好吗 还好带吗 他就说 我觉得儿子好难带 对 他就说去吃个饭啊 然后点什么给他吃 他吃两口 平常他爱吃牛肉汤面 可是或许每一家口味不同 他们每次都是闻一闻东西 然后不合胃 就即使这是同样的品名 但是他就不接受了 然后一下要去尿尿 一下要去大便 然后我在那边 跟他搞了一个小时 然后又下大雨 他说我好累 他昨天回家 真的就是整个人 就是有点瘫在那里 对啊 所以他是愿意 他是愿意 但是他也常常觉得 他力不能升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差别是 你有上帝的爱 做你的后盾 对对对 给你活力 让你有源源不绝的 这个力量 能够持续对孩子的付出 之前你说 曾经有过亲生的念头 想要带着儿子一起解脱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 让你打消了这个负面的想法呢 我觉得神很奇妙 其实我2006年 即便我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我在教会的一个来来往往的过程中 别人看起来一定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异状的 但是我想神知道我的心里 在想什么 我那时候没有立即去做 就是我跟我孩子讲说 儿子妈妈跟你说 我再给你一段时间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不能进步的话 我就带着你消失在这个地球上 我在想我的心思是很复杂的 我为什么会说给他一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有参加一个教会 一个研讨说 如何教养孩子品德的小组 参加成员都是妈妈咯 其实那个内容我都完全忘记了 因为在那段时间 我参加这个小组的经验是挫折的 因为感觉说 每一次领受回来的东西 然后也在那边会听到一些妈妈说 很难耶 我教我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心里就想说 我更难 我好挫折 然后在那一天 因为又可能有浓浓 这样子的一个筹序在 就看着看着 我就觉得说 我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把我的孩子教成 他讲的那个标准 这根本就是天地之间的距离 不可能达到 然后也觉得说 自己是个羞愧的母亲吧 为什么会把孩子带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 那一天就是 很沮丧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的心中好像有一股爱 我很确知 我是爱我儿子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爱下去 然后我就想要 写一些话给他 或许 他改天如果有阅读能力 他看得懂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知道 此时此刻妈妈的心情 但是千头万须 到底是要从哪里写起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我因为喜欢音乐 我就在那个纸上 就画了一些简朴的小界限 那因为要写 信给人家的话 都会写 亲爱的某某某啊 所以我就竟然就写了说 我亲爱的小孩 然后我要如何向你表白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我的喜悦从你而来 每当我有你入怀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 只愿你明白 这就是爱 其实很多的言词 我不是很确知 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的用词 当时也很奇妙 它是配合旋律的 它有一个旋律 就让我可以填上 这样的词曲 写完之后 我自己心里在想 这是一首什么歌啊 它是一首纯粹是一个 妈妈对孩子传情的歌呢 还是说 因为我当时到教会 所以我也有一个思绪 它会是一首 所谓的什么福音诗歌吗 我不知道 然后副歌要写什么 要接什么 我也没有灵感 我就觉得我要对孩子 说的话就是说完了 然后我因为学音乐嘛 我知道说 接下来合理的音符 大概是要怎么铺陈 我就写上了四个音符 然后我闭上眼睛 很快的 就是有四个字 进到我的脑海里 叫做天赋的爱 刚好就是匹配 我预留下的四个音符 所以我就把它写上之后 就在那个很 对信仰很浅的认知的 那样子的情形之下 就写了一个简单的副歌 副歌是说 天赋的爱 习在今在 要人明白 赐子下来 天赋的爱 永不离开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其实说实在 我觉得写完的时候 我都不纯粹理解这一首歌 但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说 奇怪明明是我要 对我孩子表达我的爱 为什么副歌突然出现 这个神来之笔 叫做天赋的爱 所以我写完第一个领受 就是原来天赋 对世人的爱 跟父母要给孩子的爱 是相互回应的 这第一个领受 第二个领受就是 这一首真真切切 是神带我做的 因为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在回头看我的主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说得出说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根本就是一个麻烦 对非常麻烦 非常让我伤脑筋 可是你知道吗 后来若干年后 我还看了一本书 叫做回到起初的爱 它是台北灵粮坛 启乐家族那一年初的一本书 那他的序文呢 有当时创办的牧师 写的一个序 他就说 他其实在做这些服饰的过程当中呢 他也常常问神 为什么创造这群孩子 在这个世上啊 然后神给他 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是说 我要将隐秘的珍宝 跟暗中的宝物赐给你 好叫你知道提名招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所以神是定位这些小孩 是隐秘的珍宝 是暗中的宝物 所以我在想 原来我当时会写宝贝 是因为从神的眼中看 他们是宝贝的 那我又为什么会写说 我的喜悦从你而来呢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很挣扎 我觉得我应该写喜杯嘛 这样也比较公允一点 虽然有喜 但是杯应该更大吧 所以那个字数 如果电脑可以挑喜 就一点点要杯 就要放很大 这才是符合现实 但是我还是写了喜悦 后来我就觉得 圣经是说 对啊 圣经天父对耶稣是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因此这个歌里面 就是充满了神的心意 当然这也是当时 我做母亲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坚定自己的 就是说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的孩子 怎么看我 我觉得我 好像终究是要走下去的嘛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然后妈妈支持你 然后妈妈去包容你 接纳你 只愿你明白 这就是爱 对 所以当时的第二个灵兽 就是说 这一首歌 真的是上帝带我做的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 主歌 他纯粹是 我要对孩子讲的吗 如果说天父对世人的爱 也是这般的话 那其实主歌也表明了 天父要对我说的话 就是我也是他亲爱的小孩 然后呢 我是他的宝贝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 教养无能管教无方 只愿你明白这就是爱 所以对我来讲 也产生了一个意志的作用 就是我觉得 不要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我自己 虽然说生活上的难题是这样 别人的眼光是这样子 但是神似乎也是要告诉我说 祂是以我为傲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灵兽 在这个很简单的一首诗歌当中 发生了 那我也是在这个当中 就觉得说 神啊 在我知道孩子有状况 第一时刻 他用那个信念啊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 都是有计划的 这样的一个信念 就是像厚厚的弹簧天 就把我垫住 让我当时没有事情 然后在我都想要 都沮丧到 想要去寻死的时候 他给我这样的一首诗歌 来坚定我说 我要用无条件的 完全接纳的一个爱 来爱我孩子 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林涓瑜的诗歌创作 明白爱 优优独播剧场 我亲爱的小孩 我要如何向你表白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我的心愿从你而来 每当我用你入怀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不管变了如何看待 只愿你把这就是爱 天父的爱 细在尽在 要人明白 自自下来 天父的爱 永不离开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永不离开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我亲爱的小孩 我亲爱的小孩 我要如何向你表白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我的心愿从你而来 每当我用你入怀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不管变了如何看待 只愿你明白这就是爱 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细在尽在 要人明白 自自下来 天父的爱 永不离开 天父的爱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天父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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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离开 天父的爱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sense 再次愿世人都明白 天赋的爱 谁在精彩 要人明白 此次下来 天赋的爱 永不离开 只愿世人都明白爱 天赋的爱 心在精彩 要人明白 此次下来 天赋的爱 永不离开 只愿世人都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 当林娟于内心深处的母爱 与上帝对世人的爱 奇妙地连结成同一个轨道时 她开始有正确的眼光 在人生的旅程中继续走下去 一个原本自觉羞愧的母亲 在历经教养孩子无数的挫败中 终于能够勇敢地挺立 而神对她的心意 也借着她的诗歌创作 一一展现出来 她是如何经历神的引领呢 让我们继续来听 林娟于的生命故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专辑所有的歌 都是在还没信主之前完成的是吗 对 这个专辑明白专辑就是 全部的十二首歌的词曲 都是我个人的创作 那她完成的时间 全部都是在2006年的一年 其实就是从四月到十二月之间发生的 我是2007年三月受洗的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完成于我的木道期间 是 这是蛮奇特的 对 你在木道期间 你经历神的爱 神的恩典 或者是带领 有一些什么样让你难忘的经验 其实在那一年里面 神应该知道我走得艰苦 所以他赐给我的歌 在这十二首歌里面 我觉得有四首歌 它是直接在我艰难的母职当中 就是给我亮光的 比如说经历你的爱 其实当时也是 我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母爱到底是什么 就是很多的行为问题 在请教专家之后 你知道都有一些可对应的对策 可以去执行 但是您知道在执行的过程中 孩子是活物 我也是活物 他有情绪我也有情绪 他会累我也会累 所以这中间当然会有很多擦枪走火的 然后会发脾气 会有很多这个 就是这个很高 对很高的冲突或什么等等 那当然如果说那个脾气是发的事 你自己也觉得是失控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你自己也是很沮丧的 事后你都是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我要这个样子 所以说像经历你的爱那首歌 就是当时很靠近母亲节了 我自己就在想啊 母爱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对我的孩子 好像蛮可怕的 所以后来我想到说 可不可以用四季来形容母爱 所以我说经历你的爱 有时候像春风浮发烧 有时候像夏日照当空 有时候像秋意上心头 有时候像冬天没有阳光 其实我写完这样子的一个意境之后 我觉得有一阵平安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 即使不是基督徒 但是在教会听到的一些信息 似乎也是感受到说 上帝爱我们的方式 也是有这些变化式的 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是慈爱的 像春风像秋凉 但是有些时候 他想要给我们人生一些功课 考验的时候 也有可能像是夏天的太阳 然后呢 有些时候可能屡劝不听的时候 他也会转眼不看 眼耳不听 就很像冬天没有阳光 但是以我身为妈妈 或者是我对上帝爱的体会 我觉得说不管哪一种爱 都是你苦心的安排 然后呢都显明你的关怀 然后也都有你智慧的灌溉 并且都能够盼到你的同在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首歌完成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说很有领受 对谢谢上帝告诉我说 不管我今天用哪一种爱来爱我的孩子 我要很确知这个爱里面 要有这四个条件 要是你真的是爱他 你这个是苦心的安排 你今天就算发脾气 真的你是 你心里很清楚 你现在教孩子的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这是有关怀才会发生的 没有爱的话根本不用管他 第三个就是你要智慧的灌溉 就是说要有教导在里面 不是只有说你不可以怎么样 你不应该怎么样 要告诉他那你要怎么做 要有智慧的灌溉 那当然这次最重要的就是 对孩子的不离不弃 所以要永远的 让孩子能够盼到我们的同在 像这样的一首歌 也是给我这个母亲的角色 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 知道说要这样子 然后当然也就是说 偶尔给孩子是夏天 是冬天的感觉的时候 自己也不要这么的控告自己 对可能有些时候 教导上是会有这些场景的 你知道吗 在做这个疗愈的过程中 老师会出功课的 有些时候老师就会说 回家带孩子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会说 儿子啊赶快过来 妈妈教你做什么 然后儿子就是像一阵风 就又跑掉了 然后女儿渐渐长大会走路 他就说我来我来 然后其实当时啊 你的心思根本是在这个儿子的身上 哎呀这个配角 说我来我来 到底是要不要教他 你又不能说 好啦好啦你不用来 然后这个二女儿啊 她在怀孕的过程中 因为我知道有上帝 这么样的一个 好像造物主存在 虽然我还没有信他 但是呢 他在我肚子 我是会祷告的 那我就会说 希望 希望上帝你一次 给我的这个孩子呢 就是可爱啊 健康啊 然后他有人缘 他有一些美好的特质 在他的生命里面 很多人说 你有没有说 不要像儿子这样子啊 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这样子 但是我说健康 健康涵盖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在我的眼光 我觉得似乎也不应该 就是把我儿子就看成是一个很不好的 因为你如果看成很不好的 你才会说 不要像老大这样子哦 我觉得我不愿意这样子说 那我觉得我的二女儿 就这样子的祷告里面哦 其实我觉得神也就 应许我这些特质 在他的生命当中 所以二女儿 其实他也是非常贴心可爱 聪明伶俐 他的学习的注意力就是很高 甚至高过一半的孩子 在学校老师就很喜欢他 甚至有老师跟我说 你这个二女儿哦 可能有资优的这种倾向 你可能要 就是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要好好的栽培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有感觉到说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爱 是最完全的呢 那应该莫过于就是量身定做的 那后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经据 也就是看到说 其实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爱 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在母妇中啊 我已经知道你啦 我已经复辟你啦 那你在创世以前 我已经认识你 或者是你的头发 我都数算过 因此在这样子一个经文的 一个佐证之下 后来我做了量身定做的爱 这个量身定做的爱 其实就是让我也去确信说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啊 就是都是有这样子的预备的 所以我不像很多的父母 就是有一个担忧说 我好像一定要活比我孩子多一天啊 因为我不知道我不在世的日子 他到底要怎么过日子 我觉得我不用这样烦 最终的一个照料者是上帝 所以只要我们去依赖他 然后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 就算在沙漠在旷野 也是会有道路为我们开 当然为我开 也为我的孩子开 所以这个歌也是再度 又是会成为我的力量 那比如说我又写到一个歌 叫做你必成全 这个歌刚开始 是我在看诗篇138 篇18节的时候 我领受到一个经文 他说 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权柄直到万代等等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求你必不离弃 你手所造的 我就觉得好感动哦 因为我觉得 对我就是要跟神祈求说 求你必不离弃 你手所造的 你造的我的孩子 你造的我 不管今天怎么样 你不要离弃 那这一首歌 后来加上另外的一段歌词 再加上我自己思考说 这首歌的宗旨是什么 我就觉得说 这首歌的宗旨就是要告诉别人说 上帝必成全 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 所以盼望跟信心 其实在这个当中会被挑望起来 那我觉得 刚刚我列举的这个四首歌 包括第一首的明白 就是我觉得神在那一年里面 在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上 他用这四首歌兼顾我 但是神做事也很奇妙啊 因为他不会这么浪费资源 他同时还要再做别的工 那我就觉得说 他在这个信仰上面 也就是持续的一直带领 比如说 当然在信仰过程中 虽然我已经不排斥教会 不排斥上帝 但是我也觉得说 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 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啊 但是我做了几首持歌之后 然后有一天呢 就在梳妆台的时候 然后我在梳妆台的时候 我就说 上帝今天我们要来做个什么歌呢 然后我想说 我前几首歌啊 好像做的这个旋律就是 米发搜啊 米发米发搜啊 米米发搜 怎么都是绕在 一个上行音阶上面 然后我那一天 我就是半开玩笑的 我就自己心里 在跟上帝对话说 那今天来做个sofa me 好不好 想着想着 sofa me sofa me 配什么歌词 然后就说 带领我 这样子 带领我 好棒的意念 当时我觉得 应该是内心 也有一个渴求在里面吧 一直有一天我就 我就用这个带领我 这个东西就 做了一首歌 比如说主歌 我会写到说 带领我进入你最深的同在 带领我经历你无边的大爱 带领我接受你旨意的安排 我的喜乐就如火拳涌上来 然后之后我配了一个 马太福音的经文 就是说 我们去扣门的时候 上帝就会开门 我们去寻求 他就会让我们寻见 这样的一个经文 配在这个歌里面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也觉得非常的奇妙 就是说 那天其实是从一个 不是从歌词开始有的 是从一个音符说 我们来个下行的怎么样 然后那天做了一首带领我 那带领我做完之后 我觉得神也确实就带领我 去进入一个信仰的 一个认识里面 比方说呢 当时您知道 我们在 比如说我做的那个 私勤的工作 听说叫做服饰 但是我常跟牧师说 我都不觉得 我在做什么服饰啊 我说服饰 其实我听不太懂 服务好了 但是我也不觉得 我在做什么服务 我觉得我是来这里放松的 我是来这里享受的 好 那如果说服饰 那服饰的心态是什么呢 那时候好像就会听到 讲到说 罗马书里面写到说 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然后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怎么样 怎么样 是神所喜悦的 当时看到这种什么 什么献上自己 当作活祭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可怕 你们基督教 怎么这个样子啊 什么叫做献上活祭 而且好像是把我就是摊在那个一堆火把前面 然后准备要把我烧了 然后我想到就是那种野蛮部落的一些那种要杀人之前的那种仪式啊 完全不能接受耶 可是你知道吗 我后来做了一首歌叫做天经地义 这首歌啊刚开始写的时候是一首慢歌 然后呢就是在讲上帝的真善美啦 怎么样怎么样 他写着写着 其实其实自己就觉得说 哦这种歌要是做出来自己听了也是会睡着 我后来就想说 好吧从副歌 着手让它变化一下 然后就副歌写着写着 诶它变成一首轻快的歌 然后到最后一句啊 我本来写的是说 将荣耀归给你 更是天经地义 那写完的时候是晚上啊 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怎么好像感觉不够满足 这个歌是哪里不到位了 后来我想说 好像是写说将自己献给你 更是天经地义 好像会比较好 可是小时候才刚觉得说 献上自己当做活气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 怎么会写将自己献给你了 这个怎么这种作品怎么敢发表了 但是我想说 没关系 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没有人看见 就先偷偷改了 改了之后呢 其实也非常神奇 隔一天呢 我就想要再回到主歌来创作 结果当时就创世纪的那个神造人的信息 就进到我的脑子里面 所以我就把这个创世纪的上帝造人的信息 配在当中的时候 我做完之后就觉得说真好 因为我们是来自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们归给他 就是这么天经地义的事啊 就没有什么胆怯了 所以这神比如说 他会带领我克服这个恐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娟瑜以诚实的态度 去面对有一个自闭儿的事实 虽然并未因此 使他这个做母亲的比较轻松 但是他说 神是爱 创造我们 铺排我们一生的丰盛 也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早已在一旁看顾守候 等待我们去认识 去寻求 透过音乐 神使他的日子重新得利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林娟瑜的生命故事 我们只能暂时跟您分享到这里 您想知道 他还经历了神哪一些奇妙的带领吗 云彩飞扬 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他的分享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已经征得林娟瑜的同意 将会纳入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制作成CD卡带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 另外 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 预备了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由专业的老师 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 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 无论您是要索取CD卡带 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寿课程 您都可以用下面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 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如果您是想要用写信的方式 那么就请您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者是给我念词收都可以 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的诗歌及音乐 以及友情天音乐股份有限公司 所发行的林涓瑜诗歌创作专辑 当然我们更感谢您的收听 念词祝福您 天天经历神 时时与主同行 云彩飞扬 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一人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平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告诉我 说别所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慢风波 我又不怕少能够遗憤 我心中的快乐 我要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着它 我曾爱要的那样 朋友你已经在哪里 朋友你已经在哪里 四周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经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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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